然而就在出病的队伍走进乱葬岗时 天空突然阴风大作 那烛火竟凭空熄灭 要知道下葬的时候 烛火熄灭可是最不吉利的事情 众人当场就被吓得愣在了原地 谁都不敢挪动一步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愿没了啊 你可千万别吓着儿子啊 老人的大儿子觉得 老人定是有心愿没了才会如此 好在这时 一位大人的大儿子 大师站了出来 为队伍点燃了一盏明灯 在大师的护送下 一行人这才将老人顺利安葬 多年之后 下葬老人的大儿子徐老板 找到了大师的徒弟沈先生 徐老板告诉沈先生 埋葬父亲的后山上出现了葬东西 于是沈先生决定帮村里解决问题 当晚沈先生就住在了徐府 然而当天夜里 他竟然听到一个女人 在后院唱起了哀怨的戏曲 沈先生被声音所吸引 他本想竟无一探究竟 却被徐府的下人给拦住了 下人告诉沈先生 唱起的人是徐老板的女儿 并且他每天晚上都会如此 随后下人便找了理由 赶忙将沈先生支回了房间 沈先生没有多问 第二天就跟着几个下人上了山 可没成想刚刚进山不久 山谷中突然传来几声狼吠 紧接着就从树林中 传出一只灰狼 好在沈先生见发了得 这才将灰狼赶走 然而接下来竟然从树上 跳下一只长毛鬼 这长毛鬼通体被毛发覆盖 上来便将一个下人抓伤 眼看着下人即将与命当场 沈先生赶忙拿出公路 套住了长毛鬼的脖子 长毛鬼眼见不是沈先生的对手 于是使出蛮力 猛的飞身一跃逃之夭夭了 沈先生回到徐府帮那下人包扎 可他却发现了诡异的一点 那被长毛鬼抓伤的伤口 非常像人的指甲锁流 于是沈先生大胆猜测 那长毛鬼根本就是个大伙人 在沈先生的避问下 徐老板这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当初徐老板的女儿徐小姐 看上了一个戏子 可徐老板却死活不同意这门情史 恋爱脑的徐小姐竟然选择私奔 没想到几个月后 徐小姐怀着运回来了 紧接着她便生下了孩子 没想到这孩子却是个怪物 一出生便通体黑毛 根本不像人类 徐老板怕自家名声受到牵连 于是只能将那孩子兜进山里 徐小姐没了孩子当场就疯了 每天晚上都在屋里唱戏 这才有了昨天沈先生看到的那一幕 没想到山间怪物竟然是自己的亲外孙 沈先生表示自己可以治好那孩子的病 并劝说徐老板将孩子抓回来 于是当天晚上 他们连夜上山将那男孩抓回了徐府 而徐小姐看到自己的孩子 甚至也逐渐恢复了过来 可这是村口却突然出现了一匹狼 沈先生告诉众人 这匹狼其实也是毛孩子的娘 要不是母狼的照顾 毛孩子恐怕早就在山上被饿死了 没想到跟残忍的人类比起来 动物会更加有同情心 徐老板最终也接纳了外孙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